G7国家领袖持续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峰会 讨论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有对俄罗斯的制裁 27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视讯的方式与会 希望西方能够协助乌克兰在今年冬天之前终结战争 G7表态会无限期支持乌克兰 另外G20正打算要开除俄国会籍 但俄国却已经收到今年G20轮值国印尼的邀请 总统普廷也计划参加 七大工业国高峰会第二天 乌俄战争仍是讨论焦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受邀在峰会上发表视讯演说 持续向各国援手施压 呼吁各国尽最大努力让战争在年底之前结束 G7领导人跟欧盟则承诺支持乌克兰没有期限 德国总理肖兹也表示 俄国入侵乌克兰打破一切的国际政治规则 G7跟俄国的关系已经回不去 G7领袖也对采购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进行讨论 以便限缩俄国裁员 拜登也宣布对部分俄罗斯商品提高关税到35% 持续强调欧美其心原污抗俄 另外俄罗斯克里姆林公顾问表示 已收到今年G20轮值国印尼的邀请 总统普廷计划今年11月出席G20高峰会 G20正打算要开除俄国汇集 如今却受到邀请 德国跟欧盟职委会都表示 不排除跟普廷同场出席G20峰会 综合报导